有freestyle吗 停车场并非道路 警察则记录 对方完全没有要赔偿 好吧 因为一般来说 我记得车祸一般来说就 应该不用走到防御内部 如果对方有一些sense 如果有行车记录器 应该就没问题吧 我只觉得 我只觉得 警察只能记录这一点很憨 終于选真菌 我终于忍不住 我其实真的还蛮想玩鱼的 最近在押韻里面的 我觉得那个还蛮不错 那个押韵压的还蛮好的 警车场并非道路 警察只能记录 我们这边等一下三星找 可以卖这一只 开始开始找一些鱼 找摩奇或冷光 我 我们感觉蛮强的 可是我们只要26滴血 好 哦 噢,NO! 噢! 好,這是一個高級的操作 沒錯,你們一認一認了嗎? 這到底差在哪裡? 我們掃兵一隻,多解放一格 可惡,我都喝五糖的 所以,對,不要害怕,我都喝五糖 平手 我都喝五糖 我有些新的,他能讓你顧用喔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我現在還沒有用過他的能力 哈哈哈哈哈哈 哇,他也在玩魚耶 可是我有這張應該是不會輸喔 這樣就有點難講了 不是吧,97%也要輸喔 沒有沒有沒有,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這樣我們可能應該要冰那張 那張 這個,噢!他來了,噢!他來了 好 這樣應該是拿他 所以等一下應該是賣這隻吧 然後可以刷魚 我還是沒有用醜醜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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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醜醜魚的能力是什麼 可以吃嗎? 能力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應該要先刷嗎? 我們應該刷個幾塊錢啊 大概是曬 至少一定要先刷一次 因為假設我們要賣這張的話 我們還是蠻想要銅鬚的 卡雷使用者 來吧 怎麼大家都在玩漁人啊 他三合一啊 他三合一啊 這要怎麼辦啊 這要怎麼辦啊 你去吧 哇哦!三合一了 等一下有銅鬚 不會死吧?應該不可能死吧 所以我們等一下先拿這個三合一 然後這樣就有多一個 然後再拿這張 先拿毒 先拿銅鬚我覺得比較好啊 先拿銅鬚我覺得比較好啊 因為我們等一下等一下應該是 有可能不拿毒魚的 如果說真的拿到大恐龍的話或什麼的 都是蠻有可能不拿毒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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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聖盾 安安 拿毒魚 拿毒魚是吧 沒有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 不然你就嘲諷你了 我不是故意要嘲諷你的 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所以我們現在手上有三對賠 拿銅鬚比較好的原因 是因為 像我們這一輪 擁有的錢比較多 然後雖然 散人 不拿毒魚 比較容易被爆打 可是 這一輪 銅鬚輪 有比較多錢 可以做比較 做操作 大概會好一些些 因為其實我們蠻有可能 再拿到一些發現魚 可以一直入粉之類的 趕著每個人都在玩魚啊 趕著每個人都在玩魚啊 好像有在四家左右在玩魚 有點不可思議 我不知道怎麼辦到 他也在玩耶 他也在玩耶 他也在玩 等一下 這樣要怎麼辦 呵呵呵 這樣要怎麼辦 我們可以棄這一張 可以棄這張 比較合理的做法 大概也是棄這一張嗎 可是這樣我還要再棄一張 對不對 我可能應該要多用一點能力耶 呵呵呵 呵呵 這超多家在玩的耶 好扯喔 哇 他撞得超爛的耶 兄弟 我胡了啦 兄弟 我胡了啦 哇 三合一了 呵呵呵 不對啊 這樣我還要再多賣一張 對不對 OK OK 他要走啊 他血量最低耶 感覺非常的錯 不過同時又非常的對 嗯 是我的話 我也會選他 這雖然不是最強的 他肯定會全力衝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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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手 哈哈哈哈 OK 佩娜這張 會比較防擴散一點 他七條魚人喔 這樣決勝的關鍵是什麼? 這有沒有嘲諷? 有點難耶 七條魚人有點牛喔 他完全沒聖盾喔 再來後來的兄弟 再來後來的兄弟 我們有點想要拉古斯這張 我們這還沒金卡 我們不可能賣 我們要賣這張喔 這麼Hardcore嗎? 等下應該要買這張 搞不好這張也可以考慮買 其實我有點希望這些東西再更大一點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我們其實有點想要植物 然後其實還是有機會會輸 這個銅鬚應該要往前擺一格 像這樣就超危險的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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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不是吧 大約四等 大約四等東西還是超大 大約四等東西還是超大 呵呵 呵呵 呵呵呵 你的手下很認真幹活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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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我的盾 為阿姆斯而決 幹 你們太晚來了吧 都什麼時候才來 等一下 我想一下如果他有很少要怎麼辦 喔 我不應該架兩隻齁 來 白 呵呵 這手容易打歪 恩 可以只下一隻喔 這隻現在真的還可以阿 可是說實在我沒有用那麼多次英雄能力嗎 這一定無時無刻都有聖盾吧 除非瘋怒嗎 對啊 除非瘋怒魚 不然這應該隨時隨地都有聖盾 所以雙架會比較防瘋怒魚一點 瘋怒毒魚 可是那代表他瘋怒 他要有瘋怒毒跟聖盾 才能夠把這隻敲掉 兩隻燈籠放一起會一起回盾 你在說什麼 好 你們每次都一定要講這些 我告訴你真的完全無敵的陣容 就是 你要有 三個神聖盡魚人 也就是你要有五個神聖盡魚人 一個金色跟兩個普卡的神聖盡魚人 然後全部都 該有的都有 那就是真的無敵 大概是最強的陣容 就剛剛對手 我們不知道對手長什麼樣 他有三條魚 他是有可能是雙神聖盡魚人 就是一樣雙神聖盡魚 是有可能把我們打爆的 因為 假設你帶機械套件的話 機械套件的回盾能力比較強 所以一般來說是 而且機械套件你可以帶很少 所以你可以 比如說第一個是 收割機 後面再配 比如說一些那個 偏邪憨兒 然後再加上 聖盾魚 就那個陣其實 那種陣也蠻強的 而且這期還蠻怕 食屍鬼的 食屍鬼可以把這個盾 直接燒掉 可是當然我們拿到兩個 兩個這個 禁魚就真的很強 好 好